北韩在韩美海上联合军演之后 一周之内四度发起了武力挑衅 而周二又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射程达到4500公里的中程导弹 南韩的军方推测这是五年前首度曝光的火星12型飞弹 最大的射程达到美国的关岛都绰绰有余 牵制美军的意味相当浓厚 而各界认为北韩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发射洲际飞弹射程更远 更有可能实施第七次的核子试验 平静的早晨街头却警报大作 日本民众收到市井一头雾水 同一时间行驶当众的列车也停了下来 部分地铁和新干线宣布停驶一度掀起恐慌 日本时隔五年启动国家级J警报 因为北韩四号早上又朝东部海域发射飞弹 这一回直接横跃日本上空 飞行约4500公里之后落入太平洋 高度达到970公里 飞行速度为音速的17倍 南韩军方初步推断 是2017年首次亮相的火星12型中程导弹 4500公里的飞行距离 接近火星12型最大射程 已经足以打击美国关岛 北韩在标榜亲美的南韩总统 尹熙悦上任之后 九次发起武力示威 九月底韩美联合军演以来 一周之内四度射弹 牵制美军意图浓厚 海美日安保同盟没有坐以待毙 美日战机第一时间 就在九州西侧空域展开演习 而十个小时之内 美韩空军也召集F16和F15K 联合战斗机编队 在全罗北道进行空对地实弹打击 5号凌晨海美联军再一次集结 以四枚陆军战术导弹 回进北韩前一天的挑衅 不过一连串的反制行动 不是每一场都顺利进行 在首播联合设计当中 韩军发射了一枚韩制玄武二短程导弹 原响借机大斩军事肌肉 没想到升空不久之后 就偏离轨道直接坠毁基地 强光和巨响让江源道居民 以为战事开打一度引发混乱 才参与完韩美海上军演 刚刚离开釜山港的美国 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雷根号 5号早上紧急掉头重返东海 以防北韩进一步发起示威 各界分析都认为 这一回的中程导弹 是挑衅升级的前兆 2018年北韩在卫梅见证之下 爆破风隙里核弹试爆坑道 但最新卫星照片却显示 北韩早已经完成核市场三号坑道的修复 韩国情院分析 金正恩很可能选在10月下旬 发射超远程洲际飞弹 甚至实施第七次核子试验 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 第20次党大会 10月7日美国中央战争 如果美国中央战争 那之后 可能会有战争 因为新冠疫情锁国 陷入严重经济和粮食危机的北韩 为何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继续发展核武 南韩专家点出关键 有别于前朝文在寅政府 南韩总统尹锡悦对北韩采取强硬态度 金正恩如今重启火箭人模式 也让东北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导